Lin有分幾個 首先有分general lin和specific general是對人不對屋 這個就是對屋 針對屋就不對人 換句話就算 這個就是對人不對屋 什麼意思呢? 現在稅務局沒有交地稅 稅務局就會說 這位小姐你有三間屋 你要搞定它 因為我要充公你的屋 稅務局、判決書、judgment 這些全部都屬於general lin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很大的 你有事 麻煩,你三間屋都有事 對屋不對人就是 mechanic lin、mongage 和trusted 我們要不要記呢? 要記 不過是很容易記的 你的general lin是其中一個人嗎? 他現在是用lin 是用三個層面去分開 即使人有三個層面 一些叫高、一些叫矮、一些叫男、一些叫女 你講的general是第二還是第二的D? 我講的是第二的D 這個就是 例如說 我的貸款 借那些錢 大哥 我不說 你只要拿那間屋 我在希活有一間 你憑什麼資格拿呢? mechanic lin 什麼是mechanic lin 記不記得? 神師有沒有提過? mechanic lin mechanic lin就是 我家屋現在叫 那個三行來整 整完之後我不給錢 那三行 人工 三行就在那間屋 縫起同庫 比如說你這個房子 有人來幫你裝修 你不付工錢 幫你裝木裏板 裝立塔 修修 你沒有付錢 他就可以做一個mechanic lin 是的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我們要提議 Modipo George會問 如果我叫一個三行 那三行 我給了錢的三行 但是那三行 不給錢的墨仔 墨仔可不可以唸? 我叫一個三行來做事 我給了錢的三行 有賣市場有賣市場有賣市場 有賣市場有賣市場 有賣市場有賣市場 我叫那個公土 去修立這個屋子 可是我已經給了錢的公投 工投不給工人 工人可以領嗎? 可以 可以 那好了 這個 之後第二種看法 就是voluntary和involuntary 什麼是voluntary和involuntary 就是voluntary只有兩個example 一個是trusted 一個是mortgage 為什麼呢? 因為trusted和mortgage 其實就是一些東西 我們是知道我們的責任和權利 我們是知道我們的責任和權利 我們叫責權利 責任…責任…責任…是… 我們是要…可以有間屋 那這個呢 雙方面大家知道的時候 那個叫做voluntary 但是如果involuntary 就是那些呢? 就是… 喂!大哥! 你那個墨西哥仔 走來賣那間屋 我不知道你不給錢去的 I don't know 或者是法庭判決 老公不給錢 老婆做善養費的時候 老公就有一個involuntary 那這個involuntary 那這個involuntary 喂!大哥! 你有什麼理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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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給錢養費而已 你關我家屋A事而已 不行的 那就是involuntary的這些 那所以呢 除了這兩個 所有都是involuntary 所以有kinlin? 可以! 有judgment 喔! 要一個法官的order 有法官的判決書 對啦 才可以 那最後呢 其實呢 就是monetary 和non-monetary 那我覺得我們這樣寫呢 反而是更好一點 就是錢、銀有關 和錢、銀無關 那又是啦 錢、銀有關的就是 trusted to mortgage 那呢 就會有一個圖 可以給你遲些 你一看呢 你就明白什麼是involuntary 那這裡呢 是整個money 其實involuntary 那裡就講完了 mechanic lien 就是我剛才說的那些 例如說那個 那個工人去不付錢給伙計的時候 那就是什麼 Notice of Completion 是什麼來的呢 Notice of Completion 就是說 有一個人 他做完了一個工程 我現在請 沒有啦 他現在請我做 一份 又有 又有 我便拿了一張紙出來 我已經做完了 7月18日 2010年 麻煩你簽個紙 即是OK啦 那 他簽了 我簽了 我收了錢 那就Notice of Completion 那 接著呢 Owner Occupied the property After Cessation of Labor 如果在 Notice of Cessation 就是說 現在他叫我去做 柔柔 怎知道我30天都沒有出現過 錢都不要說收到還是沒有收了 於是 他業主就發了一個 Notice of Cessation 就說你不用來了 沒有收錢都是這樣說 雖然你簽了 喂 怎麼搞的 我在等貨嘛 那些三行最喜歡這樣說 我在等那些油來 你要那些油來 是我 外地買回來的 或者是一個窗 最流行就是說窗 因為standard的窗 就是7天有 但很多窗不是7天的 我現在在等那隻窗 你等你的時間 30天 我給你了Notice of Cessation 接著我就要告你 你委約 搞到我不行 於是你要賠錢 Owner Occupy Improvement Work 工程擁有者 接受增進土地的工程 那 Notice of Completion 和Notice of Cessation 其實意思是 他已經接受了你做的事情 Cessation of Labour 60 Community Day Sorry 不是30天 如果停工60天 才可以回到Notice of Cessation Cessation of Labour for 30日 continue if owner sorry 如果我是owner 去停30天 我就file了 那30天就夠了 如果不是ownerfile的 不是ownerfile的 假設是住客file的 那就要60天停工 即假設 這裡的分別就是 不是ownerfile 但這些日子不考的 mechanic lean 不會考這麼深的 然後file filing time for mechanic lean 這裡就說 那個大盆有60天file 那個mechanic lean 2盆 這裡是60、30、90 你看看是很亂的 你現在聽一聽 你很清楚 這裡一般都真的不考 不過我現在講一個故事 你就很容易明白 首先 就是有一個叫大盆 contractor 有一個叫做異判 異判就叫做subcontractor 那 那 那 現在這裡有一個叫owner 那 那owner呢 就 叫他們做些事情 那在一個情形 這個就叫做 沒有 Notice of Completion 那當工程完成的時候 他們呢 大家都一個飯 不知頭不知路的 那大家都不知道 原來做員工要有一張叫做 員工通知書的 員工 完成個圓 不是 員工通知書的 通知書 原來 大家都不知道頭不知路的 那沒有的時候呢 既然大家都沒有了 大家玩得開心一點 90、90天了 換句話說 三個月來的 就是 總而言之 在三個月內 大家相干無事 沒有事情發生的時候 哪個都不要捏 不能捏 三個月之內 你不捏 就 Statue of Limitation 好了 原來有一個人是聰明的 誰呢 是個大判 這次大判 他呢 就file了 一個叫做 Notice of Completion 當他有這個通知書的時候 呢 這樣呢 就不同了 首先 大判呢 是做多些事情的 他做多些事情的時候 他的紙張的事情 整理呢 有三個月呢 給他兩個月 即是六十天了 他自己也吃虧了一點 因為他原本呢 什麼都不做 有三個月的時間去捏 人的 現在吃虧了三十天 但是呢 其實不是 他的關鍵呢 就是說 他將他自己的liability 完全降低 他原本 什麼都不做 他的小子 水電那個 是可以捏那個hom owner 在九十天內捏的 但是現在不是啦 現在他呢 只是三十天而已 三十天就是一個月 一個月呢 即是大大將他 可以捏人的